要想家庭和睦 家运兴旺 你就一定不要碰第三个禁忌 哪怕你只碰了一个 家里的福运都会被赶跑 尤其第三个 你一定要注意 收到这个视频 说明你是一个顾家的女人 所以咱们点赞收藏 反复观看 第一不要过分计较 因为家庭当中的输赢对错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角度问题 你站在哪个角度 看问题的方向都不一样 夫妻要是太计较 就会失了和气 一个家庭要是没有了温度 又哪来的运气呢 第二不要经常争吵 好多人就是这样 每天老师计较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你在家里 这看不惯那里挑刺 但有一句话说 家庭不安百财不落 意思就是 如果家庭的氛围不祥和 别说养财了 什么财你都留不住 第三不要每天对着孩子发脾气 我们常说耳濡目染 那些经常被吼骂的孩子 心灵上会不断扭曲 甚至变形 这样的孩子 要么非常叛逆 要么极端自卑 极端软弱 而且还不能成才 孩子不成才 家运怎么忘啊 你学会了吗 最后咱们留下 家和万事心 我们呢 叠加一下好日